各位佛友 我们今天继续和大家说白话佛法 我们每一个学佛的人都要懂得 心情是人的一种感觉 有的时候心情好了 你感觉就好了 心情不好了 感觉就不好了 但是要记住 心情不是人生的全部生命 但是呢 他有时候呢 心情呢 却能控制你人生的大半的生命 所以心情好 有的时候什么都好 心情不好 你的心就乱了 不要让你的人生啊 输给了你的心情 所以一个人有学佛精进智慧的人 我们常常不是输给了别人 而是输给了自己的心情 所以不要用坏心情来贬低了我们自己学佛人的人格和他的形象 有的时候你心情不好 有的时候你心情不好让别人看到你的能力不足啊 因为会因为会降低我们的能力 会扰乱了我们的思维 从而最后输给了自己 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 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学佛的人他能够控制好自己的心情 能够处处明白 我今天 今天的心情不好 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当我心情好的时候 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这样你就能控制好自己的感觉 生活才会处处的显示出祥和 生活本来不苦 苦的是我们人生的欲望太多 你看看我们今天要这个 明天要那个 后天我们又需要这个 又需要那个 心本来不累的 累的是我们放不下的东西太多太多 所以我们人生本来不苦 苦的是我们的心 苦的是我们对人间物欲的一种追求 所以人生就是欲望和所求的 不断的增加和减少的一个过程 你如果对人间的欲望增加越多 你烦恼越多痛苦越多 如果你对人间的欲望慢慢的学会放下 那么你慢慢的就会 那么你慢慢的就会领悟到生命的真谛 因为这个世界的真谛就是苦空无常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我们受了很多的苦 然后我们最后走的时候 得到的一切都是空的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最后我们又以一生的无常 来总结自己 没有一件事情是长久的 没有一句话是长久的 没有一个思维能够长久 和没有一个行为 你能够永远的拥有它 所以在物质上和精神上 基本上都不能拥有 所以对生命的 深层次的意义 就是让我们懂得苦空无常的真谛 我们要学会放下 我们要学会放弃和回归 想一想我们小的时候 非常的可爱 想一想我们小的时候 什么都是 叔叔阿姨先吃 哥哥姐姐先吃 这个我不要 姐姐拿 哥哥拿 而现在越长越大了 我们变得什么都要 我们变得什么都要跟人家抢 跟人家夺 跟人家争 哪怕一句话 我也要跟人家争 这就是我们人生 因为忘记了我们的本性 和本来的面目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回归本性 放弃我们人生的欲望 其实放弃欲望 就是放弃自己一生的烦躁 和贪心 回归你自然的本性 回归你内心的安宁 所以怎么样来回归呢 首先要治愈你的贪嗔痴 贪嗔痴要治愈 不但要做善事 人如果不做善事 时间长了 他就会做坏事 所以人生必须学会做善事 不但要做善事 而且要教导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 一种佛性的互动 佛性的互动就是 在有理智和为别人所想的基础上 有大爱 有慈悲心的基础上 和别人产生互动 这样你就会见证佛性 所以人生要学会见证佛性 就要管好自己的身口意 你今天想做佛 你嘴巴管得住 管不住 你今天意念干净不干净 你意念不干净 你成不了佛 做不了菩萨 你的行为出来 代表你的人格 代表你的 这个我们说高贵和低级 所以讲出来的话 一个动作让别人看得起你 或者别人看不起你 所以佛法 就是让自己学会慢慢的定下来 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定 把自己的心定下来 所以要懂得你弘法的人 就会得到妙法 今天去帮助了别人 你会拥有菩萨的妙法在你心中 因为能够帮助别人的人 他心中一定有妙法 所以用善巧的方法去救度众生 帮助别人 尤其在别人痛苦 困难的时候 我们更要学会帮助别人 所以学博度众 首先要学会自己认识善恶 认识自己 你今天的心到底是善的还是恶的 你今天如果是善心 你大大的去做 很多很多的善事善良 如果你今天心情不好 想的都是恶事 那你不能去做任何事情 所以对内讲 身体 非常重要 对自己的身体内部来讲 要保持身体的健康 要保持身体的健康 对自己学佛人来讲 外部要保持自己精神的健康 所以身体的气场平衡 我们说平顺 所以为什么人家说今天特别开心 气很顺 很开心 就是不能有称心 记住了 没有称心的人 气就会顺 就会有爱出现 你的气场 一顺畅 你烦恼 就不会产生 你今天有妙法度众 你的烦恼就离你而去 所以 要照见五蕴皆空 不要把人的思维 阻碍了你的内心的佛性 全部照见 要看到他 要去除他 要透视他 要越过他 比方说 今天你想做件好事 你想我没时间呢 没关系 只要学观世音 不想做好事 我越过时间 今天 说我去帮邻居了 说不定家里还有其他人 不喜欢邻居的 要骂你了 你想到 我要帮助别人 因为我是学佛之人 那么你把周围的这种杂念 把心里的杂念 全部去除 照见 就是要照过 透过他 照见五蕴皆空 让自己身上的佛菩萨的光 和能量 要相融合 和自己的为人相融合 你这样才能坚定到心 所以人家说 做一件好事并不难 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而且要不能做坏事 而且要不能做坏事 弘法 要懂得 我坚持 精进的努力 我一定会 得到 多助 别人都会帮助你 你在学佛 别人会支持你 别人会 看得起你 别人会尊重你 你就 有贵人 相助 所以要在自行的 弘法中 增加福德 所以师父经常跟你们说 学佛的人要有福气的 没有福气的人 学不到佛的 很多人天天还想吃喝玩乐 在浪费的时间 他们怎么有这个福气 听到佛法呢 他们有苦恼的时候 他们没办法 就像很多年轻人 在谈恋爱当中痛苦了 他们只能到网吧了 在自己的网上了 来消磨时间 来减少自己 对这个事情的痛苦 所以这些 就是他们的福德 还不够 所以福怎么来的 帮助别人 广结善缘 就有福气 德是怎么来的 尊重别人 不撒谎 好好地和别人 交朋友 好好地 为众生服务 能够帮助别人 你就会有道德 这些都是属于 学佛人 无私的那种 无形的那种 助缘力 这些没有形状的 看不见的 那些助缘 帮助你的力量 所以你去看 一个学佛的人 会得到很多人 对他的帮助 对不对 但是有很多人呢 就没有这方面的帮助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 只知道自己 只知道自己自私 根本从来不想到 要去帮助别人 所以一切 都是你的心造成的 你今天能够用心 去帮助别人 你就是个善良的人 你每一天帮助别人一点 三百六十五天 你就有三百六十五个光亮点 和你的善良点 你就是一个善良的人 如果你今天做一点点坏事 累积成恶 你就是个恶人 你的心怎么会干净 所以我们修心的人 要修成干净 这样才能 对外面的 斜思 斜见 和不如法 不如理的事情 不能到你心里 来控制你 你才心中 才会干净 就像一个人 从来不吸烟 别人来叫你吸烟 你不会去吸烟的 你这个人 经常想吸烟 或者有时候偶然的吸一只 抽一只烟 那么 有别人说 我送你一条香烟 你很快就吸上了 这就是我们心中要无私 天地都很宽 那么外学也不能入侵 所以我们学佛人 要勤修定力 定力是什么 不管来了什么的苦和难 我们都有定力 不被所见所获 也就是说 你今天眼睛看到的 都不一定是真的 别人告诉你 这个好了 那个不好了 你眼睛看到了 都不一定是真的 要用智慧 从内心来感受 这件事情的真实意义 举个简单例子 别人说 你家里的爸爸或者妈妈 什么怎么不好 你自己就算回家看到了爸爸 怎么做这件事情 爸爸为什么这么做 对不对 人家说 你爸爸在外面捡东西 捡人家扔下来的东西 因为你家里条件不好 你回到家一看 你爸爸真的是把捡来的东西 拿出来了 你心里会很讨厌父亲 父亲你为什么给孩子我丢脸呢 你为什么在外面去捡东西 让别人看见这么丢脸 其实父亲是因为想 节约捡点东西 把它卖掉 然后多一点钱来养活你 所以有时候父亲的父爱 母亲的母爱 那是慈爱无疆 所以我们眼睛看见的 都不一定是真实的 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恶 也不一定真实的 所以菩萨让我们 要用智慧来理解 你今天所做的事情 所以师父告诉你们 不管什么事情 要在定中 才能产生智慧 你今天定得下来的人 你就会有智慧产生 你定不下来 你就没有智慧可言 修行人 人要用无畏的精神 什么叫无畏的精神 能够布施出自己的时间 布施出自己的微薄的力量 钱财 还有我们说法布施 财布施 还有无畏布施 这样你才能懂得 这种精神 你才能弘法 才能有真正的善良的意义 所以要懂 所以很多 很多父母亲为们 小的时候付出的很多 就像师父现在 为很多的弟子 想到付出很多 但是很多孩子根本没感觉 就像你们很多孩子 从小长大 爸爸妈妈为你们付出很多 你们也是没感觉的 学了博之后才知道 父母亲的不容易 所以学博 一定不能受到外境的影响 不管别人说什么 你自己内心要有一颗真诚的心 要有一颗坚定的心 不要被境遇的变化 让自己的心也随着变化 很多人耳朵更软 就是一会对这个人好 一会对这个人不好 因为别人说他不好了 你就对他不好 你造成了他对你的伤心 因为你这个人被人家一说 你就变化 所以师父希望你们 要改变自己的心态 不管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一般的人都是很难控制自己 很难控制自己 躲过劫难这一关 而我们学佛的人 不管碰到什么了 首先我们有坚定的信念 观世音菩萨会慈悲保佑我们 我们是好人 我们是善良的人 菩萨会护佑我们 我们能够为众生付出 我们一定会消灾解难 因为我们有三大法宝 我们慈悲度众生 所以这样你才会有一个内心当中的平安出现 所以希望大家要观心 观就是观自在 观世音菩萨的观 关心就是你经常看看你自己的心啊 你关注下 看一看你自己的心啊 你是不是善良人 还是一个恶人 你做的这些事情 你的心要看住自己 不要让他看见有利益 马上就忘记了什么叫慈悲 有名誉 就忘记了什么叫道德 所以师父让你们要懂得 不要自己内心随着外境而产生变化 这就是师父的座有名 不管外面有多少的欲望 你要无欲 你要随着自然就是随缘 你的心静如水呀 不管发生什么 水还是在照样的流淌 所以无欲才能自然 才能心如水呀 所以要平静 不管相处什么都要处事不经 有的时候人有委屈了 有愤恨了 有嫉妒了 这些都是你身体上产生出来的一种毒素 要把这些毒素好好的管控一下 你有时候心一松毒素 就开始清除你的机体 如果你用自己心中的正能量 他就不能进入你的身体 有的时候你让这些嫉妒啊 称恨啊 烦恼啊 进入了你的内心之后 你会变了一个人 所以要学会调伏自己的身心 自己的心情 修人卢 修人卢 修波罗密 一切都会过去 如同过眼云烟 如同沙滩上的脚印一样 当你走过沙滩的时候 留下了你的足迹 当你在回头的时候 一阵海浪 把你的脚印全部打完了 所以人生要心宽广 用智慧每天冲洗自己的内心的毒素 不要让自己内心的这些毒素 给自己的灵魂带来污染 每一天要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心 救度众生之心 能够让自己的灵魂保持一种清静 所以大家知道拜师 实际上并不是拜师父 而是拜我们大慈大悲的 大智慧的我们说佛道 菩萨要你们守住戒律 要懂得今天出来学佛 就是自我尊重自己 因为我要改变 我不能像过去一样这么颓废 我不能自暴自弃 我今天要想得到别人对你的尊敬 首先要自我尊敬自己 给自己一个空间 不要走偏 佛法一定要昂首挺胸的往前走 你们现在有师父 最好跟着师父 好好的往前走 因为这个世界上一切都不可得 宇宙真理永不会变 那就是苦空无常 所以师父经常跟大家讲 人的烦恼就像六祖会能讲的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我们人本身就是空的 我们人来到人间脑子都是空的 而是后面那些自然的现象 装进了我们的思维当中 装好的 你的心就好 装坏的 你的心就不好 所以明镜 就是你的心像一面镜子一样 希望你们每天拿着这面新的镜子 照到五蕴皆空 去照那些善良的 慈悲的 那些好的东西 那么你的心中就拥有了慈悲善良好的东西 如果你今天去造了尘埃 那么你的心就拥有尘埃 如果你的心本来就没有尘埃 那你到哪里去惹尘埃 举个两单例子 单位里几个同事正在争吵 你不管的 你这个人什么事情都不喜欢管的 你怎么会有烦恼 你怎么会去参与在这种 自私的烦恼之中 所以师父告诉你们 没处惹尘埃 没处惹尘埃 所以慢慢要懂得 我们在人间不要太介意别人对你说什么 学佛人心中有佛 人间一切如梦幻泡影 如路亦如电 所以希望大家管好自己的内心 多去帮助别人 不要介意别人说些什么 不要扭曲是非 所以有些人不思要看人的 说话喜欢看人 好话要对我喜欢的人说 不好的话去专门骂那些 我不喜欢的人 这种人心中就是杂念怨情 杂念怨情 然后呢 不争恶人 不去撑 不去对那些坏人 有这种 自己辨别的能力 这种感觉 所以菩萨的慈悲啊 是人伤我痛 今天你哪怕是个恶人 我也要救你 今天你是个不好的人 我能救你 我就救你 所以世间 有很多的人 一边在救人 一边在自救 你就成为了一个世间的自在人 而我们学佛人 很多人在 自己的偏见的时候 对别人有不好的想法 有偏见的时候 还以为自己在思考 还以为自己在拯救世界 还以为自己 说的这一套 能够让别人理解 你们去看 很多人说话 说不清楚的人 他跟别人讲话的时候 他讲得很快 他觉得他讲得很好 但是讲完之后 对方眼睛 懵懂懂的看着他 没听懂 但是你去问说话的人 他一定认为自己全讲明白了 这就是人的意识不一样 所以希望我们学佛的人 要永远看到希望 看到光明 要活在自在和超越现实当中 如果你经常想到 我以后会好 我未来会更进步 我的一切会越来越美好 你经常这么想的话 实际上你就是在学佛当中 超越了自己 我们说就是修的出世法 你去看那些法师 他们之所以能够出家 他们就是超越了自我 人间的烦恼啊 人间的明文立扬啊 一切他都不要了 他放下了 他得大自在 所以学佛人要学会 宽恕众神 不认他有多坏 或者他曾经伤害过你 或者他曾经通过别人伤害你 一定要学会放下 你才能真正的快乐 你每一天活在记恨别人当中 你会越活越记恨 越活越痛苦 因为这世界 师父告诉你们的真相 这世界本来就是很痛苦的 你想在这个人间寻找 永远的不痛苦 那只有出离这个世界 否则你在这个人道 你永远会痛苦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 人生需要四种修为 四种修为 人家说修心要有修为 嘴巴有 那么什么样的修为呢 有四种 今天师父告诉大家 哪四种修为 一是忍得过 什么事情要忍耐 而且要自己让自己过去 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经常讲 忍得一时之气 消得百日之灾 你当时忍耐一下 你可能几个月之后 人家就不会找你算账 你今天在别人面前 占了上风了 你骂了他了 或者你赢得了一些 短暂的面子 可能在他的心目当中 他就记恨你 可能会给你 找来日后的灾祸 所以消得百日之灾 忍得一时之气 能忍的话 这个人是有智慧 而不代表他的懦弱 第二种修为 是什么事情要看得破 今天这件事情 别人伤害你了 你看破他 他是无益的 更要原谅他 他是有益的 可能我上辈子欠他 或者我这辈子 这件事情没有做好 在很久很久以前 积下了 积下了这个阴 所以学会淡定 要看破红尘 就像要学会 看破我们年轻时候 做的那些事情 今天一去不复返一样 要看透人生以后 能够依然的去热爱人生 热爱现实的生活 因为我要借家修正 我要在这个人世间 去做菩萨的事情 我来到人间 不是为了来烦恼 不是为了来痛苦的 而是为了来解脱自己 帮助别人的 你这样的心态 你才能算看破 第三是拿得起 什么叫拿得起 就是做人 要有担当 师父经常跟弟子们说 做错事情没关系 承认的人 就是有骨气 菩萨都喜欢 能够说自己错的人 这个人有勇气 不逃避 不逃避的人 这个人不妄语 是自己做错了 承认 这种人会得到别人的赞赏有加 所以这件事情 我居然答应了 我拿得起 今天做错了 我要跟别人说 对不起 直直的面对着自己的人生 做错了 可以改 而你在内心当中 掩饰自己 撒谎 吹牛 犯戒律 你就人格遭到了破坏 四是放得下 放下什么呢 不是说单单的 你有这个东西 我叫你放下 哎呀 你跟人家争了一个东西 一个电冰箱了 一个什么东西了 哎呀 正好 这个放下 那不是这个意思 放下是什么 放下你的偏执啊 你对这个人有意见 你要学会放下 我不要看这个人 因为这个人过去对我不好 我执着 我一看见他就讨厌 你能不能放下呀 你现在开始 你看见他 可爱一点 可以吗 你觉得他在变化了 对不对呀 就像我们电台里很多的 这个秘书处的 有的时候 你看见他就讨厌 但是呢 你想一想 他经过师父的教育之后 这孩子的变化 你就要看到他 变化的 这个优良的 那个品质在改变 在慢慢的改变成 优良的品质 这时候你就要 心中产生变化 你要放下自己的偏执 要放下自己的记忆呀 因为过去的伤害 你的记忆 你要忘记呀 所以学会忘记 忘记别人的缺点 忘记别人曾经对你的伤害 你是得到最大的一个受益者 你天天天的不能忘记过去 你 就不能 离开烦恼 和惆怅 还要放下 不甘 不甘是什么 不甘心啊 为什么呀 我曾经认识一个老板 他破产了 他到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别人叫他回来 我们这里这么多人都可以帮助你 他说我不混出个人样出来 我不回来 我不回来 见他们 我今天在外面 不发财 我不会回来 最后他死在了 外面 这就是人的执着不甘啊 因为你曾经有过钱 并不代表你永远会有钱 如果他懂得无常 他就不会这么轻易的死了 所以人生要懂得放下欲望 平平淡淡 简简单单 无欲自然心如水 所以人就要学会这些 慢慢的才能懂得怎么样处理 怎么样处理 我们人 第一不能犯业 第二犯了业 要赶紧忏悔 有的时候别人对你的一次劝导 可以让你重新获得新的人生 所以有的时候你能够听别人的劝 那就是你的福气 如果你们到今天还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应该怎么样 有很多的苦 那你就会越来越苦 所以最后师父跟大家讲 人有四苦 人的第一苦是看不透 因为我们什么事情都看不透 其实人际关系的复杂 纠结 争斗 他都会有隐伤的 什么叫隐伤啊 隐隐约约 看不见的伤痕啊 你跟这个人吵过之后 你说 虽然说 哎呀没关系 我们开个玩笑 算了算了 会有隐伤的 隐蔽的伤痛 所以一个人要学会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要学会平淡 知道任何的争执 任何的争斗 都会给你带来后遗症 所以最有智慧的人 要学会 宁静 所以一个是看不透 人第二个苦是舍不得 所以很多人舍不得 曾经过去的拥有 包括名啊 利啊 荣誉啊 这一切 都是在怀念当中 想当年我怎么样 想当年我怎么样 这个是一种虚荣 这个舍不得 会让你变得越来越颓废 越来越提不起精神 用现在的话讲 就是 想到处听到 自己过去得意的掌声 而现在没有了 还在回忆当中 这个舍不得 过去的那些荣华富贵 会让你伤心伤肺 伤肝肠 第三 是输不起 我们很多人输不起 为什么 一输掉 感情就受到伤害 一输掉 觉得人生惨败 实际上 人生只要跌倒了 再爬起来 就没有跌倒过 而真正的跌倒 是当你摔下去了 你不爬起来了 或者爬不起来了 那才叫真正的失败 四 是放不下 我们人 放不下自己 已经走远的 人和事 我们过去 曾经有很多好朋友 我们有很多的 好朋友 好人 用在心中 记忆一辈子的事情 就像我们怀疑 怀念我们自己 曾经的 外公外婆 爷爷奶奶 父亲母亲 一样 这些 我们放不下之后 只会给我们制造 心中更多的痛苦 所以学会放下 因为放下 会让你远离是非 因为放不下的人 永远在是非当中 徘徊 所以学佛的人 有智慧的人 应该懂得 怎么样来消除 这所有的 自己心中的障碍 怎么样让自己的心 变得无挂碍 要心无挂碍 无挂碍 要懂得拥有智慧 一定能够战胜 人间的所有的烦恼 所以学佛的人 永远看得到未来 永远看得到前途 永远看得到光明 那就是我们的智慧 所以当你看到的困难 烦恼 和忧伤和嫉妒 那你就拥有的负能量 在自己的心中 久久的不能磨灭 让自己心 长生在痛苦之中 所以能够排除痛苦 排除万难的人 就拥有了精进的智慧 就拥有了忍辱的毅力 就会懂得什么叫守戒 就会懂得怎么样走向光明 远离黑暗 今天白话佛法 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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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